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看今期的生活調查團 我是調查團麗俊,我現在身處的地方 大家見到身後北京路 是廣州最繁華的一條街之一 我今天來這裡做什麼呢? 就是看看這裡到底有多少美麗 說笑,但是作為男士 我見到這麼多美麗都很興奮 但是我見到他們又穿得很少,天氣又那麼冷 到底他們是冷不冷的呢? 我們馬上問一問他們 我想問你,你穿得那麼少,你冷不冷嗎? 不冷啊 你平時有沒有戴這個暖寶寶? 暖寶寶? 好像現在這樣,不冷的話就不戴 如果冷的話會知道的 有啊 通過對廣州北京路年青女性的採訪之道 之所以在冬天可以穿那麼薄 一方面對於廣州來說其實並不是很冷 就算真的冷,他們都有保暖神器 那就是暖補補貼 身上貼一塊,全身就不冷了 既起到保暖的作用 又可以顯得身材不是那麼臃腫 這種方法 更加很多明星在天氣太冷的時候的選擇 其實內部都會有一些配備 就是很多的暖暖包 不過還好就是可以放進去 我就覺得真的是太好了 不然我覺得應該會動 導演一喊停,戴交線就趕緊穿上衣服 還當作呼呼形象的拖下鞋 在腳底貼上助手剛拿來的暖寶包 現在上半身全都是暖暖包 所以我們基本上我是流汗症的現在 對,只要一副保護這個地方全是暖暖包 對 平時如果出外景就是像忍者秤位一樣 十二個,就從上面一直貼到下 所以不管是明星都好,其他姑娘仔都好 為了保持身材的苗條 使用最多的一個方法就是暖寶寶 但是在眾多使用暖寶寶的人群當中 就有人因為暖寶寶而被燙傷 最近暖寶寶可燙熟雞蛋 隔著衣服被燙傷的消息成為網上這一話題 就診的病人當中被暖寶寶燙傷的年輕女性是最多的 通過新聞素材可以了解到 很多人是直接把暖寶寶貼貼在身上 從而導致了燙傷 難道暖寶寶貼不可以直接貼上身 導致燙傷又是甚麼原因呢 暖寶寶可以導致人燙傷到底是甚麼原因呢 今天我們接下來做一個實驗 實驗的道具就是需要已經放在這個桌面上面 包括有三隻雞蛋和這個三隻的溫度計 最重要當然就是有這個暖寶寶 稍後就會做這個實驗 事不宜遲 馬上來吧 我們先把這個雞蛋拿出來 較早之前已經把這個雞蛋開了小洞 這個時間就把這個暖寶寶貼上去 我已經把這個暖寶寶貼到第一個雞蛋 現在貼到第二號雞蛋上面 已經把兩個雞蛋貼上去暖寶寶 應該會感覺到很溫暖 接下來我要把這兩隻的溫度計 先插進去 把溫度計插進雞蛋之後 調查員還觀察了三隻溫度計的溫度 都是15度左右 好 經過兩個小時之後 三個雞蛋又放在我面前 現在看看它的溫度的變化 現在看到第一隻雞蛋 現在摸了一點點的溫度計出來的時候 感覺這個摸出來的時候 是有一點夾著 就是有一點夾著它 現在看看溫度就是 就是37度 好 看看第二個 第二個溫度就是30度 到第三個 就是什麼都沒有整壓貼 都沒有貼這個暖寶寶上去的雞蛋 它的原本溫度是25度 一個小時之後 沒有包裹暖寶寶貼的雞蛋的溫度 還在15度左右 用了暖寶寶的雞蛋 一個溫度達到了37度 一個溫度達到了32度 使用了暖寶寶貼之後 溫度確實高了 那是不是時間貼得越久 溫度就會越高呢 調查完決定 六個小時之後再測試一次 好了 六個小時之後 現在看看這個溫度 其實我剛才已經觀察過了 是沒有太大的變化 甚至是基本相同 接下來我們要做一個 比較直觀的測試 就是說我們要把這個 雞蛋 暖寶寶的貼 撕下來 現在插出來都感覺到 有點軟軟地的雞蛋 好 現在把雞蛋打碎 放進杯裡 好 先 通過對比發現 雞蛋並沒有像網友所說 完全變熟 但是用暖寶寶貼包裹的雞蛋 確實雞蛋網有點變化 開始有點混濁 但是溫度還是只有30度 那這個溫度 暖寶寶直接貼上身 為何會導致人燙傷的呢 第一個 皮膚 它本來是人體的一個器官 它本身也需要呼吸的 第二 它通過漢液排氣 有些有害產物 就是代謝產物 如果你貼在上面 它就這個功能收來移植了 100度 我剛才把手放到裡面 馬上拿出來 沒有燙傷 甚至六七十歲 不停地放到裡面 馬上就會燙傷 它有一個持續作用 把這個雞蛋貼在皮膚上 然後它這個皮膚就失去排液的功能 什麼叫排液的功能 就是調節功能 那麼這個液就越來越厲害 越來越厲害 然後這會產生一個經驗效應 所以雖然溫度不高 但是長期時間貼在皮膚上面 令到皮膚自身的系統 排泄系統受到影響 從而局部失去調節功能 令到熱量聚集 從而導致燙傷 因此禁止把暖寶寶貼 直接貼在皮膚上面 通過實驗得知 暖寶寶其實不可以把它貼在身上 但是調查發現 我們得知 很多人喜歡把暖寶寶貼在衣服上面 然後進行補亂 然後就會發生燙傷的情況 到底是為什麼呢 暖寶寶貼在皮膚上面 會導致燙傷 但是不少人把暖寶寶貼在衣服上面 同樣也會導致燙傷 2014年11月6日的晚上 加住成都荒草東街的市民陳女士 為了防寒 將從網上買來的暖寶寶 隔著內衣貼在背脊上面 三個小時之後 她感覺背脊有點癢 立即叫老公撕了自己背上的暖寶寶 紅了一大塊 還出現了一些小水泡 陳女士就立即找來冰塊冷敷 每天同班營味全燒 為什麼暖寶寶貼在身上 就是隔著衣服也會令人恨傷 今天我們來實驗調查一下 看到桌面已經擺著三個不同種類的暖寶寶貼 首先我們要把它拆開 看看棺材的外表是怎樣的 現在三個不同牌子的暖寶寶已經拆開了 看到三個外表基本上都是一致的 但是從這個手感上摸下去 這個會比較薄一點 另外這兩個就會比較厚一點 接下來我們先測試一下 它的溫度 這個溫度是34.5度 第二個先看看溫度 這個溫度是31.6度 好,到第三個 這個手感是低性 是24.4度 好了,這三個暖寶寶的溫度 剛剛已經測試過 5分鐘後的溫度 分為24度左右 和34度左右 即是介乎在正常的體溫 在人的感受之下 基本上是正常的 感覺是燙的 即是不會熱的 在這個情況下 為何會造成油 隔著衣服 這樣用暖寶寶的抗霜 這個問題 到底是什麽原因呢 這個方向上面 或者在網上 很多人都會說 在使用暖寶寶之前 要搓一搓它 即是像我現在這樣 搓一搓它 然後再貼在身上 難道就是這個搓一搓 就令暖寶寶貼的溫度 瞬間上升到它 令它為抗霜的溫度 是馬上閃來前 我們用這個搓一搓 這個方法 搓完之後 再測試一下溫度 看看溫度 到底是否可以 逐漸引人 皮膚的狀傷 經過用力搓的情況下 我們現在測試溫度 我感覺上 溫度是上升了 因為我的手 明顯感覺到是煩熱的 現在不如先測試溫度 經過一番的用力搓之後 看到這個溫度測試出來 是35.3攝氏度 經過油搓之後 一號品牌的溫度為35.3度 和沒有油搓之前的溫度 34.5度相比 基本沒有變化 調查員接著用同樣的方法 油搓了另外兩個品牌的暖寶寶貼 然後測試溫度 發現溫度同樣沒有太大的變化 到底是什麼原因導致燙傷的呢 剛才經過我們三個暖寶寶的測試溫度 看到其實經過油搓之後 都沒有太大的變化 溫度的上升也不是太大 而且這些溫度 我相信是不足以令人 都達不到人的體溫以上 所以就沒有辦法令人的皮膚 是燙傷的 這樣的情況之下 到底是什麼原因 令到我們貼上身上的暖寶寶 造成皮膚燙傷呢 難道就是這個 內部的材質 或者原料 是令到我們皮膚燙傷的原因 這個時間 我相信很多人都沒有試過 把暖寶寶拆開 看看它裡面到底是怎樣的 將些東西剪出來 而且倒進去之後 杯裡面的情況 起了霧氣 證明這邊的溫度和外面有差異 好 然後把第二種的暖寶寶同樣倒進去 可以看到其實它的顏色都是相同的 是黑色的 這個杯子同樣發現了 發生了這個蒸氣 即是這個霧氣 即是這個霧氣 即是杯裡的溫度發生了變化 好了 現在現在發現第三個杯子同樣有霧氣出現 之後就等它靜止五分鐘 好 五分鐘過了 那這個時間 先測試一下我們第一種東西 這個熱寶寶貼裡面的原料 好 看看煎飯的溫度 好 現在看到的溫度是52.54度 好 現在測試的溫度是54.64度 好 接著來市面前測試一下第三組 它的溫度是否都是50度以上 第三組是35.64度 通過測試 一號品牌的內容物 溫度達到51.54度 二號品牌的溫度達到了54.64度 三號品牌的溫度達到了35.64度 那是不是時間越久 溫度就會越高呢 好 經過半個小時之後 現在看到兩杯東西 其實發生了變化 由我肉眼看起來 是冒陷煙的 其中有一杯 測試一下第一杯 它的溫度達到幾度 好 現在看到第一杯的原料 它的溫度達到65.85度 好 現在測試一下第二杯 好 現在看到這一杯 是達到72.3度 到第三杯 這杯其實溫度也慢慢 隨著這個的靜止時間 越內的溫度也會越高 現在看到是44.21度 所以暖寶寶的內容物 溫度越高可以達到70度左右 但是就算我們貼暖寶寶的時候 內容物都在包裏面 除非內容物可以通過包裝滲透到外面 為了了解清楚問題 調查小組來到一間暖寶寶工廠尋找原因 等於為大家調查了暖寶寶鐵 直接跳在皮膚上導致抗傷的原因 接下來將為大家調查 為何暖寶寶貼貼在衣服上面 亦都會造成溫傷 到底是內容物溫度太高 還是製作不合格 調查小組來到一間暖寶寶工廠 工廠工場人員告訴我們 暖寶寶貼一般由原料層 明膠層模仿布袋 以及外包裝四個部分組成 原料層置於模仿布內 明膠層用於令暖寶寶貼貼在衣服上面 原料層是由鐵粉、活性炭、吸水性樹脂、窒石、食鹽組成 而外包裝對空氣進行阻隔 保證產品的存放期 因此工廠對暖寶寶貼的原料 自己進行了嚴格的檢測 第一個檢測物質就是發熱劑 每種原料都需要進行進料檢測 符合標準才會按照比例 配比過篩選混合製成暖貼所需要的發熱劑 取混合好的發熱劑樣本 根據國家標準 GB斜降T155555.2-1995 進行科粒物浸出液測試 檢測出暖寶寶貼原料中 割重金屬含量如途所示 暖寶在使用的時候是貼在內衣上的 那麼它會發熱 暖寶在使用的時候是發熱 那麼人的話 焊氣如果是長期貼的時候 通過焊氣的作用 它原料中的這個重金屬的話 會通過衣服滲透到人的皮膚裡 那麼我們都知道 重金屬它滲透到我們的身體的時候 它會和我們身體的原有的物質去結合 因為人的身體每時每刻都在發生化學反應 那麼它結合了之後 就會影響我們身體正常的機能 所以對生產企業在出廠的時候 對這個重金屬有一個比較嚴格的要求 重金屬簽 駱、駱、身、軍小魚暖寶寶貼起原過 日本的暖寶寶貼國家標準 所以重金屬簽會傷害人的老細胞 知癌知突變 積累多時 對兒童造成智力低下 對中年人造成記憶力減退 對老年人造成癡呆 駱一旦被小朋友不慎食入 直接沉浴肝臟 對於大腦神經視力破壞極大 駱會造成四肢麻木 精神異常 因此工廠對原料的重金屬含量做第一個檢測 而第二個檢測就是模仿布 所以合格的模仿布不單止手感油煙舒適 整潔平整 而且透氣透氧量穩定 散熱持久均衡 從而保持鐵粉的氧化反應均勻 令到溫度控制在40度到52度之間 不單止令人感到溫暖 亦都能夠預防燙傷的情況出現 而接著工廠就會對背膠的一個自我檢測 每次工廠背膠的使用 需要根據國際 GP斜缸T16886.5橫桿2003 及GP斜缸T16886.10橫桿2005 進行檢測黏性厚度 以及檢測背膠會不會對人體細胞產生毒性 或者導致人體皮膚過敏 而對於暖布布貼的包裝袋 工廠同樣需要進行內包裝袋的密封性實熱 兩端用30牛噸的力拉內袋一分鐘 不可以發生破裂的情況 保證沒有氣泡的產生 暖寶寶貼的這個包裝袋是指它的外包裝袋 那麼它外包裝袋的它的主要作用 就是保護它的原料和隔絕空氣的這麼一個作用 我們都知道它暖寶寶的這個原理包裝 就是它裡頭的那個物質主要就是鐵粉 主要是鐵粉 無機鹽 活性碳還有微量的水分 那麼它是通過空氣中的氧氣和水 和鐵粉發生反應 放出熱 那麼這個外包裝袋的作用 隔絕空氣 那麼只是在保證這個暖寶 暖寶寶在正常使用的時候 不要由於它沒拆開包裝 能夠透過氧氣或者是水蒸氣 而發生反應 導致這個暖寶寶 最後在使用的時候是失效的 在所有原材料合格之後 生產部就會拿材料開始正式生產暖鐵 在生產過程中都是現代化機械化作業 嚴格控制著生產流程 最大限度地提高了產品的合格率 每個生產線都有專人進行外觀檢驗 保證黑度以及模仿布的平整度 外觀合格的產品將會被封閉裝入中轉袋中 貼好可追索的標籤等待下一步的檢驗 那麼對外包裝袋的要求是比較多的 那麼起碼我們是在買一個商品的時候 這個外包裝的它有一些標示要清晰 而且它不能破損 這個是第一個要求 然後第二個要求的話是關於它的氣密性 就是它的那個氧氣透過濾和水蒸氣透過濾 它是有一定的要求 第三個要求的話是它的那個密封性 就是這個所謂的密封性 就是在減壓到一定的情況下的話 它不得有氣泡通過 然後第四個要求的話就是它的強度的要求 是施加一定的利益 那麼在這一定利益的情況下它不得破損 暖寶寶生產好之後 需要對暖寶寶的溫度進行一個檢測 4000片同一批次的暖貼產品中 需要取出至少30片進行溫度檢測 首先環境溫度控制在15至15度 然後打開循環水管 循環水通過恆溫水槽裡面 等溫度穩厚 將抽樣上來的暖貼樣品放在恆溫水槽上面 在溫熱器表面鋪好覆蓋材料和下電材料 溫熱器表面溫度 無意人體溫度37度 將溫度測試探頭 貼於樣品黏貼面中心點 並將這部分至於溫熱器下電材料和覆蓋材料之間 輕輕撫平覆蓋材料 將裡面的空氣排出 標盤定時記錄樣品表面溫度 每分鐘記錄一次溫度 一次記錄16小時 合格暖補貼的最高溫度不得超過57度 暖背貼的溫度不得超過68度 同時要求暖貼的持續時間在16小時以上 產品經過上述嚴格的檢測之後 合格的暖貼產品才會進入最後一道工序 包裝、內袋熱封之後 使用機械進行外帶包裝 外帶包裝好之後進行裝箱 同時做好標識工作 保證每一片產品都可以追溯 有效進行質量管控 經過內外向的包裝 暖補補貼才能夠進入市場流通 那麼我們去貼暖寶寶貼的時候 為什麼會發生低溫燙傷 其實可以從 我認為可以從兩個角度來分析吧 第一個本身這個暖寶寶的質量 可能是不太過關的 不太過關 因為它可能是它的那個 它的最高溫度可能是太高了 這個的話可能會引起這個燙傷 第二個問題的話 就由於消費者自身的問題 那麼它可能在使用過程中 是使用不當 我們規定暖寶寶正確使用方式 是隔著內衣貼 當然這種內衣 其實也不用太厚 當然這種發生燙傷的人群 一般是多見於兒童或者是老人 那麼兒童的話 它可能表達能力有點欠缺 然後老人的話 它是由於它的那個神經的話 會反應不是那麼敏感 所以等它發現的時候 就可能會造成燙傷了 那麼如果要避免這種原因的話 我想應該是 就是說特別對於有一些敏感人群吧 然後再不要過長時間的去貼 你可能是在一個部位的話 那麼去貼那麼一兩個小時的話 去移動一下 或者稍微有點感覺的話 就注意一下 這樣可能會好一點 所以造成很多燙傷的事故 是由於買到劣質的暖寶寶貼 而非暖寶寶貼本身就有問題 因此為了保證安全 一定要買正品暖寶寶貼 另外為了防止意外 在使用暖寶寶貼的時候 不要直接貼在皮膚上面 需要隔著三貼 所以合格的這個暖寶寶貼 是不會造成我們燙傷的 假如你發現你的暖寶寶貼 致使你皮膚發炎紅腫的話 那你就證明了你買到一個 不合格的暖寶寶貼了 那麼這個魚龍混雜的市場上面 我們應該怎樣選購一個合格 而有安全的暖寶寶貼呢 其實大家如果在購買的時候 可以關注它的一個溫度特性的要求 就是它的一個最高溫度是達到多少度 那麼我們正常的話 我們現在參照的那個日本標準的話 它是不能超過70度的 這個是一個比較安全的溫度 然後第二個的話 就是它的保溫時間的話 是有一個要求 那麼當然這個從理論上來說 可能越長越好了 就是一般的話我們買的話 都是10到12小時這個之間 然後第三個的話 有一個升溫時間 當然升溫時間也是比較快好一點 就比如說它按照標準的要求來說 是在10分鐘以內 本期社會調查團的時間都差不多了 今期的節目時間裡面 為大家調查了 有關於暖寶寶貼的相關問題 我相信大家都清楚 為什麼這個暖寶寶貼 會造成燙傷的這個問題 我相信大家都清楚了 還有也提醒大家 在市面上選暖寶寶貼的時候 一定要仔細分別好產品的質量問題 最後也提醒大家 可以關注我們公眾微信平台號 也都在裡面可以爆料的 我們知道的 好了我們今期節目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次同樣時間再見 拜拜